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案悬而未决的关键时刻又由哪一位特殊人物卷进其中 他的到来会让案件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总督自杀案第二次死亡真相 都府不合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都府同城的制度弊端使得总督和巡抚管辖范围重叠 总督与巡抚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发生冲突 而总督与巡抚职权分工的不明确 又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 梁广总督吉庆与广东巡抚糊涂里 就因为政见各异性格不同而长期不合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哪些激烈的冲突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吉庆离奇死亡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谈到清朝嘉庆年间 梁广总督吉庆在广东巡抚衙门 接受巡抚糊涂里审查的时候 离奇死亡 吉庆和糊涂里这两个人之前长期关系不合 因为制度设计的缺陷 清朝的总督和巡抚不合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们知道政治的实际运转和官员的个性关系很大 糊涂里个性暴躁 做法强硬 要和吉庆争权 而吉庆的个性平和不愿意和糊涂里起正面冲突 可是一味的退让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尤其是制度性的难题 不是官员个体妥协和退让能够解决的 这个矛盾最终最终还是要爆发出来 于是最后呢 吉庆和糊涂里因为关税淫余问题爆发了正面冲突 我们知道清朝的地方财政很紧张 财政亏空普遍存在 官员们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 长期缺钱 但是呢 清朝的关税是一个例外 这是因为啊 清朝并不重视对外贸易 把对外贸易呢 集中在少数几个口岸 广东是当时对外贸易最大的合法口岸 而清朝的关税管理又非常的机械僵化 他给每个外贸口岸规定上缴的关税金额是固定的 所以广东地区对外贸易越发达 每年征收的关税就越多 除了上缴给朝廷以外啊 地方能留下来的盈余就越多 这笔钱怎么花 广东地方官员都很关心 这笔钱如果拨给了哪个地方衙门 或者是拨给了哪个项目 就能够解决那一部分官员的财政难题 糊涂里是广东巡抚 他肯定有自己想用钱的地方 他盯上了关税银鱼 吉庆是梁广总督 也有他自己想用钱的地方 这两个人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相同 于是就在关税银鱼的支配问题上 产生了冲突 根据青史稿的记载 吉庆想把广东 关税银鱼 归宫 估计是想平摊到各个地方 糊涂里估计是想把 关税银鱼投到特定的地区或者是领域 在这个问题上 吉庆没有再妥协退量 而是利用自己官大一级的优势 强硬的把关税盈余归功 因为这事儿 糊涂里和吉庆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青史稿用了两个字来表达糊涂里对吉庆的态度 记恨 他觉得自己和吉庆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不扳倒吉庆 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 可是 吉庆毕竟是糊涂里的上司 官弦和级别都比糊涂里要高 糊涂里唯恐先遭到吉庆的弹劾攻击 决定先发智人 抢占先机 只有先攻击吉庆 糊涂里觉得自己才有取胜的机会 那么 弹劾攻击吉庆什么问题呢 青史稿评价吉庆 居官连而查理书 也就是说吉庆这个人过于忠厚 对下属官吏 疏于管理造成了不少的疏漏 产生了不少问题 青史稿明确记载的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广东省 博罗县重犯越狱逃跑 周县官员掩盖问题 安查使和知府寻思舞弊 大家都把问题摁住不报 第二件事情是 清朝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过错 往往采取罚银这种惩罚 谁做错了事情就罚谁的银子 谁犯的错误大 罚的银子也就多 这原本是赏罚分明的一项制度 但是广东省却把官员的罚银 摊派到各个县去征收 这样啊 就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 失去了赏罚的本意 这是广东省的一项潜规则 这两件事情 后来都被嘉庆皇帝知道了 嘉庆皇帝很生气 专门下了一道诏书 斥责吉庆 应循 吉庆啊 要对广东官场的腐败保守负责 嘉庆是这么认为的 嘉庆皇帝对吉庆的不满 被糊涂礼打探之刀了 他呢 就揣测嘉庆皇帝的心思 秘密弹劾吉庆 处理政务 疲乱不利 这种行为俗称打小报告 而在这个时候呢 广东地方局势动荡 也帮了糊涂礼的忙 嘉庆七年八月 广东 博罗县的民间帮会 天地会 起业 消息传到北京 嘉庆皇帝大为震惊 严厉声斥地方官员 吉庆呢 就率兵围剿 但是呢 进度缓慢 迟迟不能平定起业 到最后啊 还不得不请求朝廷 调派援军支援 嘉庆皇帝就更生气了 先是下招 斥责吉庆 张皇失措 草率糊涂 隔去了他的 携办大学士职务 几天后 又指责吉庆 对地方起义 事先失察 事后无能 解除了吉庆的 梁广总督职务 在吉庆被解职 这件事情上 胡图礼之前的小报告 可以说是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 嘉庆皇帝命令胡图礼 和钦差大学士 纳燕成 会同审讯吉庆 还命令啊 胡图礼 熟礼梁广总督 胡图礼 暂时成了赢家 吉庆很了解胡图礼 知道自己 落在了胡图礼的手里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呢 他在被解职之后啊 第一时间 就给嘉庆皇帝 上了一道奏折 奏折里面说到自己啊 患病悦于 恐胡图礼作见 唯愿并不能全 他表达出了 对胡图礼的强烈不满 和那么一点点的厌世情绪 当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啊 吉庆从前线回到广州 当时呢 钦差大臣 纳燕成 还没有到达 胡图礼迫不及待了 在吉庆回广州的第二天 就传他到寻服衙门 胡图礼这是要单独开始审讯吉庆 二十日当天 吉庆来到了胡图礼的巡抚衙门 结果就离奇的 暴毙而死 吉庆是一了百了了 胡图礼的麻烦 开始了 胡图礼在钦差大臣抵达之前 独自审讯吉庆 然而吉庆在进入巡抚衙门短短的时间内离奇死亡 这让胡图礼也慌了声 虽说吉庆被嘉庆皇帝解职了 但其是否有罪该如何处罚并没有定论 面对突发的死亡事件 胡图礼会如何应对 得知吉庆死亡消息的嘉庆皇帝 又会做出怎样的提示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第二集 死亡真相 现在胡图礼必须要为吉庆死在自己的衙门 提供一个解释 胡图礼显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难题 他在吉庆自杀的当天啊 慌慌张张上了一道奏折 奏折说 总督吉庆二十日来到我的巡抚衙门 我看到他形容憔悴 精神伟顿 询问得知他患病未愈 我就嘱咐他赶紧医治病情 希望能够早日痊愈 后来我听说吉庆回到他的总督衙门 突然得了急症 说话都说不了了 当天就死在了总督衙门 我知道以后啊 赶紧赶到总督衙门查看 把总督等相关官房和一切文卷都接收过来 暂时处理梁广总督职务 我们来看看这份奏折 这份奏折啊 有两个要点 第一 糊涂里说 吉庆是在总督衙门死的 而不是在巡抚衙门死的 第二 糊涂里说啊 吉庆是自己生病死的 这个属于正常死亡 糊涂里呢 希望通过这样的说法 瞒天过海 撇清自己和吉庆之死的关系 但是吉庆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死在了广东巡抚衙门 而不是糊涂里说的总督衙门 同时呢 吉庆是暴毙而亡 不是正常死亡 这些情况啊 都有众多的目击证人 糊涂里深知 真相是掩盖不了的 总有一天会传到北京 他经过了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啊 糊涂里在二十天以后 不得不给嘉庆皇帝写了第二道奏折 在第二道奏折里啊 糊涂里对自己的说法做了重大修正 这道奏折说 前任梁广总督吉庆 于十一月十九日回到广州 我前往迎接 看到他精神伟顿 形容憔悴 询问得知他患病未愈 就嘱咐他赶紧医治病情 希望能够早日痊愈 二十日 吉庆来到我的巡抚衙门 回拜 我和他谈了没几句话 吉庆突然就变得语言恍惚 拔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要自杀 我赶紧叫他的随筒 和我自己的家丁上前抱住他 把小刀夺下来 吉庆呢 突然又把桌子上的鼻烟壶 塞进了自己嘴里 用力吞下去 导致气管隔绝 我和随筒等人啊 无力解救 就把司 盗 府 县等官员都叫进来 把情况告诉他们 同时派人把吉庆扶进轿子 抬回了总督衙门 嘱咐他们迅速寻找解救办法 想不到最后一致无效 吉庆当天就死亡了 在这第二份奏折里啊 胡图里终于承认了 吉庆是在巡抚衙门出的事 同时呢 胡图里又费尽心机的 想强调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胡图里突出了吉庆的病情 强调自己努力去救吉庆 完全隐瞒了自己羞辱吉庆的真相 另一方面啊 胡图里强调吉庆的自杀倾向 是吉庆自己吞下了鼻烟壶 导致气管隔绝 这应该是吉庆之死的致命伤 那么家庆皇帝对胡图里的两道奏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家庆皇帝接到第二道奏折后啊 对吉庆自杀的惨烈程度大为吃惊 在胡图里的第二道奏折上啊 家庆诸批 大齐之事 家庆看到胡图里前后的两道奏折啊 有重大差别 又联想到吉庆在死之前曾上奏说 恐胡图里作件 唯愿并不能全 这样的话 他怀疑胡图里和吉庆的死啊 有重大关系 于是下令正在路上的钦差大臣纳燕成 迅速赶到广州调查清楚 纳燕成啊 原本是调查吉庆的罪行 现在就变成了调查吉庆的死因 吉庆和胡图里长期督复不合 胡图里不等钦差大臣到来 独自审礼吉庆 在吉庆离奇死亡后 胡图里又递交了两份漏洞百出的奏折 这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 胡图里与吉庆的死有着重大的嫌疑 那么巡护衙门当天究竟爆发了什么冲突 让吉庆那么快丢掉了性命 嘉庆皇帝派出的钦差大臣纳燕成 能否不如使命顺利查出事情的真相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总督自杀案第二集 死亡真相 钦差大臣是皇帝为了调查特定的事物 派往地方的办事官员 钦差大臣在理论上最大的优势 就是能够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 能够做到专事专办 特事特办 在古代皇帝一般会派钦差去查办大案要案 比如分疆大力的贪污腐败 地方疑难大案等等 或者让钦差大臣去处理突发事件 比如镇压地方骚乱和反叛 重大工程的建设 抢险震灾等等 无论哪种情况 这都是最高统治者对现有机制和人员失去了信任 所以才要加派钦差大臣处理 钦差大臣发挥功效的关键是突破既有束缚 这就要求钦差的派遣 办差做到独立 保密 公正 公平 比如 清朝处理地方大案 派往甲地的钦差 往往公开宣布派往乙地 具体的室友常常是 语焉不详 目的就为了防止相关人员揣测胜意 预做准备 但是理论是一回事 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钦差大臣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公正 不可能摆脱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和人际关系网络 钦差大臣也是官僚系统中的一份子 他不可能摆脱庞大的关系网络 不可能置现在的游戏规则与不顾 他们和办案对象啊 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办公 公平办差 在清朝 往往钦差大臣还没有出北京城 被调查的对象和地方啊 就知道了消息 开始做准备 各省地方官员在北京往往有眼线 州县官员在省会往往也有眼线 有钱的呢 就安排随从亲信在省城常住打探消息 这个叫做做审家人 没有钱的呢 就收买各个衙门的疏力和消息灵通的人做内应 有一些地方的衙门啊 消息搜集工作做得特别好 常常是清差大臣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把银子送上了清差大臣的家门口 每一个省啊都发展出了一套应付清差大臣半差查案的办法 话说纳艳成到了广州后啊 迅速成了糊涂里笼络的对象 一方面纳艳成难以摆脱官僚系统和人情网络的影响 纳艳成这个人啊 和糊涂里一样 也是满洲正白起人 他的家庭背景显赫 他是乾隆时期著名大学士阿贵的孙子 他又是乾隆五十四年的禁士 在仕途上的发展非常顺利 比糊涂里都要快 不断的得到破格提榜 纳艳成考中禁士只有十年就进入了军机处 兼任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职务 他前往广州的时候啊 还不到四十岁 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面对糊涂里的笼络 恭维和诱惑 纳艳成的心里啊 肯定会有思想斗争 急庆已经死了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啊 为一个死人主持正义 肯定不如联合一个活人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吧 另一方面 纳艳成此时啊 刚好处于试图发展的低谷 之前他因为在陕西等地 镇压白连教起义不利 受到了嘉庆皇帝的斥责 被赶出了军机处 纳艳成肯定希望重返军机处 而要返回军机处 他就必须重新赢得 嘉庆皇帝的信任 为此 纳艳成说话办事 必须要揣摩 嘉庆的心思 照着嘉庆的意思去办差 很明显 吉庆已经失去了嘉庆的好感 即使他是冤枉的 纳艳成都犯不着 为了洗刷吉庆的冤情 而忤逆了嘉庆皇帝的心思 所以这两方面综合作用 纳艳成很快就在心理上 站到了糊涂里的一边 那么纳艳成到了广州 会怎么处理这件差事呢 当务之急 就是调查清楚吉庆死亡的真相 这件事情并不困难 因为吉庆死在巡抚衙门的时候 官吏 差役等目击者很多 纳艳成只要询问众多的目击者 然后筛选归纳 总结他们的证词 就能够勾勒出吉庆死亡的真相 纳艳成也是这么做的 很快就把真相调查清楚了 原来二十日当天 吉庆离开总督衙门的时候 吩咐家人把总督印信 送往巡抚衙门 又吩咐家丁 把家眷护送到北京去 然后吉庆就到了巡抚衙门 糊涂离高高在上 向他宣读完上誉就给吉庆穿上 政府不可干受其辱 有伤国体 意思说啊 我现在虽然是罪人了 可也曾经是朝廷的分疆大力 不能接受这样的污辱 说完 吉庆就突然抢过一把佩刀 拔出刀来就要自吻 糊涂离连忙命令家人上前 抱住吉庆 把刀夺了下来 双方扭成一团 场面非常混乱 情急之中啊 吉庆一把抓住桌上的一个鼻烟壶 塞入嘴里 用力咽了下去 鼻烟壶堵塞了吉庆的呼吸 差役们来不及抢救回来 吉庆很快就气绝身亡 吉庆啊 的确是自杀的 但是他是被胡涂离给逼死的 胡涂离拼命想掩饰的 就是自己逼死总督吉庆的事实 真相并不复杂 关键是 纳燕成会怎么汇报吉庆的死因呢 吉庆自杀案又会怎么收场呢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为了掩盖逼死梁广总督吉庆的真相 寻抚胡涂离和钦差大臣纳燕成 结成利同盟 将吉庆的自杀汇报成 为了最自尽 面对漏洞百出的奏诅 嘉庆皇帝会是什么态度 明天的节目里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总督刺杀案 第三集 高国路深渊难